你好 李奇先生 非常欢迎你来到中国 然后其实你的第一次出现在中国独残的事业中 大概也就将近有一年了 其中反反复传出了不少的传闻 双方也都有过辟谣或者是否认 但是能不能跟我们再分享一下 你到底是什么让你决定来到这么遥远的中国 然后其中有什么您觉得会令人感到难忘的故事 给大家分享 谢谢了 请来到这里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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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关注 请 请来到这里 请订阅 请 请 请 我曾經說過,我剛才曾經,我曾經在大陸,我曾經以為情人們想過, 我曾經想過一天,我曾經想過一個人的故事, 我們曾經想過一切故事你會答應, 您可以分享一些感情感情和我们的故事? 我之前说了,我第一次接触了,我第一次接触了,我曾经认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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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了, 中文字幕志愿者 我也被徐家印主席的个人魅力所责付 这就是我来中国的原因 然后我之前也派了我的一位助手来到广州 看我们很大足球俱乐部的中超比赛 还有亚冠的比赛 然后通过这些比赛我更加坚定了 我过来广州指教的意志 然后现在我来到这里 我来到这些比赛 然后现在我来到这里 然后带着很大的热情过来 指教这个队伍